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次讲座 那唐老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唐老师来自清华大学人物学院哲学系 是哲学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系主任 那唐老师多年以来呢 都是专注于儒家哲学 以及尤其是侧重于对于 对这个近现代哲学的这个研究 那现代性问题是唐老师 儒学与现代性问题的这个关系 是唐老师长年以来关注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次讲座的主题 是现代共同体的耗散结构 与现代性的双重气绝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是有些困惑的 有些迷茫的 因为不管是耗散结构 还是双重气绝 都有一些难以理解 所以也对这个主题特别的期待 然后非常 因为我自己长期以来也是也没有很长期吧 就是我自己也是很非常关注 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这个问题 所以对今天的这个讲座内容 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就请唐老师 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瑞涵 非常感谢高爷爷的邀请 在考虑说讲什么时候 我原来想着高爷爷是杜天生主持的 就是讲儒学 后来又觉得讲儒学讲得多了点 后来觉得专门讲一下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一个理解 可能也是合适的 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所以很多朋友 包括刚才瑞涵提到说 可能对这个题目有点困惑 其实我只是用了个概念而已 但我是对现代性本身 做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反思 我先来共享一下这个题目 您点一下播放 我这有在早播放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大概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就是 首先我们知道 现在它是一种时间意识 从时间意识 也带来一种历史的意识 简单来说 它背后隐含这一种历史目的论 有一种历史哲学在里面 那么就是以个人的独立解放 或者说我们标准的哲学概念 自由 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后的目的 这是现代性 与现代性直接相关的一个历史目的论 这个在西方知识史上应该说将这个历史目的论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黑格尔 那么黑格尔正是基于自由乃是人类历史的目的 对现代性的奠基性观念来写作它的历史哲学 而且由此引发了关于历史冬结的著名的观点 而且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面 它也给予中国的文明一定的位置 就是精神的开端 就是相当于是早晨的太阳 但是雅典娜的毛童鹰是在黄昏起飞 最后是归于西方 最后的目的是整个历史的归宿是在西方 按照它的论述 但是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也是因为 现代性它产生于西方 又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方的扩展到中国 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构成了 中西文明相遇的一个世界历史的契机 因此全盘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华文明立足自身 而向西方文明深度学习的 一个重要议题和基本前习 就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 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机会 我们知道是佛教的传入 所以陈一军先生有一个说法 说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师因缘 经过佛学传入中国以后 很快在中国的社会砸根 所以慢慢的本土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 那么中国化的佛教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 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道家的 有很多的儒家的思想的一些影响 那么中国化的佛教和原来就是印度的佛教有非常大的差别 而中国化的佛教又传到了中国以外 传到全世界 又对世界文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文明自身 在佛教的挑战刺激和影响下 比如说慢慢的就产生了 特别是儒家的宋代的礼学 后来我们一般叫宋明礼学 那么礼学基本上都是是在佛教的刺激下来产生的 在很多议题上 在很多观点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 那么当然我们会说这还是 宋明礼学仍然是儒学的一个文化的更新的形态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是经过跟佛教的这样一个对话交流 深度学习 中国文明也得到了自身的更新 然后又传到世界 比如说特别是后来的东亚 唐宋以后的东亚 深受这个 理学后来的新学的奖励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东亚文明 其实也是打造了这样一个儒家文明的烙印 但是更多的是领学就送以后的儒学的奖励 所以也是如佛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来设想 比如说中国现代性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和西方 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交流 可能在未来的也许几百年或者多少年 也可以预期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后果 一个就是比如说西方的文明有可能会因为中国文明的影响 而就是说改变 也许还可以反哺到西方 那么中国的文明也因为对西方的交流与结束 发生了很多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预计有可能比如说文学可能出现在书民理学之后的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 那么对于这个现代呢 我们当然是要客观的理解它 那么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呢 我们就意识到就是实际上现代性 特别是它的历史的目的论 是对西方文明的道统 这个说法是那个贺林学的运功 西方文明的道统 基督教新教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 我这里面呢就是简单的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罗维特 他呢就解释出呢说 以个人自由为归宿的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 是基督教旧俗历史观 或者说神学历史观的一个世俗化的方法 在那个世界历史与旧俗历史这本书里 非常详细的梳立了从福尔泰开始的历史哲学 一直到黑格尔玛斯 这些整个历史哲学基本上都是和基督教的 旧俗历史观有一个思想上的来源 亲缘关系 他只是把那个基督教的那个随着史观呢 那个救赎呢变成一个人类所自己所能达到的 所以等于说是把那个神学的前期给去掉 变成一个世俗化的模式 但是呢他基本的这个观点 他是跟新教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这几年在中国学术界呢越来越重要的 就是沃布林 他呢通过那个政治思想史的处源 把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呢看作是 为现代性的个人主义所列定了基础的新教学者的一个极端化 他说是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上是来自于新教学者 把新教学者极端化以后 就达到了这一点 并将其本质 离定为蕴藏在基督教传统内部的 灵智主义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 就是他曾经区分区分了那个 古今灵智主义的差别 他说古代的灵智主义呢是这个 就是要要把它相当于说这个 因为灵智主义呢 上次涉及到一个说 这个世界跟蕴藏世界的区分 那么古代灵智主义的表现是说 要觉得人可以飞到那个 那个那个彼岸世界 所以等于是这个 这个 能够跨越这个 靠人的力量 然后呢 现代灵智主义他认为典型就是黑岗 特点是把这个 这个两个世界的章取消掉 就是让实人为说在现实的世界中 可以实现 就原来基督教神学院里面 那个彼岸世界 就那个天堂 也就是有人间天堂的这个思路 我们都知道 沃格林他是 整个的思想和他对于二战的那个反思 纳粹的反思有密切关系 他认为呢 实际上灵智主义呢 就导致了这样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过于乐观的 对人类过于乐观的看法 所以呢 就有了这个人间天堂的这种理想 乌托邦主义 他把很多现代思想都和 类似的这个乌托邦主义关联起来 他的一个这个历史的抓手 就是通过对灵智主义的 来实现他的这个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代性的一些具体的理念 就是我把它概括为 作为平等的自由 第一个 既然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不是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 而是指每个人的自由 那么这种自由观念 本身就意味着 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平等 也就是说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意味着对平等的独特的理解 是作为平等的自由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种作为平等的自由 它和古典意义上的自由 的确不太一样 古典意义上的自由 是说你要经过百般努力 你要经过不断的训练你的理智 然后你的习惯 最后才能达到一个 类似于说刨钉解牛式的自由 在必然性的世界中游刃有余 那么现代自由不是 它是说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天赋的 或者说是应该被认可的一个 作为前提的这样一个自由 但是既然这样的自由 因为古代的自由 显然就是它跟平等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 如果我天生的数字比较差 我肯定是达不到那种自由 没有几个人能够和刨钉一样 只有那些非常厉害的 或者说有德行的人 才能够达到自由 所以它是 它那种自由 基本上它对应的 其实恰恰不是平等 现在这个自由相反 它是作为平等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说平等才是 现代性的根本的动力所在 刚才我们就说了 说实际上现代性 从西方文明的走下 或者发展来说 它是跟基督教新教 有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新教 恰恰就是一个平等的 这个理念的一个鼓吹者 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这样一个思想 当然比如说我们在中国 比如说这个佛教讲 众生平等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资源 但是在过去 尽管有佛教那么大的影响 中国自身并没有发展出 西方印象的现代性 那大概是因为科学的因素 就是因为实际上推动 这个现代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因素 在于近战科学 既然平等是现代性的 根本动力所在 那么我们可以说 因为对自由的不满 而导致的平等的极端化 也就是现代性自身发展 逻辑发展的必要环节 也只有极端化的平等 才算是耗尽了 现代性的所有可能性 因此才有真正有资格 充当现代性观念 就是历史终点 讲这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由此可以理解 马克思对于 黑格尔的继承和批评 马克思基于对黑格尔的批评 而提出的 又与黑格尔一脉相成的 历史目的论 下下就在这样一个从自由到平等 或者说基于 这个作为平等的自由 然后再到平等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逻辑中可以理解 现代性由基督教所推动 又企图争托 基督教 从而为人类带来一个空前的 世俗时代 从这一历史事实 我们或许也能察觉到 隐含在现代性筹划中的 乌托邦主义倾向 这也知 一切现代性筹划 本质上都具有将超越的理想 内在主义化的倾向 从而都具有乌托邦主义性质 这个刚才我讲到 沃格林的看法实际上在中国的学者里面 也有一位就是赵浩 他受到沃格林的影响 他做了就是在沃格林的影响下 做了中国的现代实验室的研究 他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认为说大概现代的思潮政治思潮 无论是自由派的 还是我们一般讲的左派的 社会主义者也好 后来共产主义者也好 这些基本上都是具有乌托邦主义性质 而与此相关 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那些巨大的政治灾难 比如说纳粹在德国的兴起 和文革在中国的发生 也正可以从这个线索得到合理的解释 那么与这个相关的就是说自由相关的直接的就是这个权力观念 或者说从事下来上来说 对各自由的标榜资深了前现代社会说没有的权力观念 成为现在社会奠基性的政治观念 就这个权力观念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也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石头老师有一个著名的书 叫自然权力与政治 这个议者经常说应当翻成自然正当与历史 那么实际上这个正当在古代 我们翻成正当是比较合适的 在现代翻成权力 但是这个权力观念和古代的正当时有着根本的不同 权力观念当然是用来保障个人自由的 就现代的权力观念 故而权力清单 虽然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有所争议 比如最早是讲这个政治权力 然后呢扩展到经济权力 比如说从洛克的那个这个自由权财产权 以来说财产包括自己的人格 然后呢扩展到社会权力文化权力 后者呢大概经过几个世纪 但是呢现在政治呢始终是以权力为主导观念的政治 这一点是从没有改变 而权力观念的自身呢 对应于那个跟古代社会非常不同的 社会想象和政治构想 这个这个社会想象呢就是新的自然法 这个这个塔尔泰勒有个书叫做现代社会想象 就是讲这个现代自然法的这个对社会的一个新的社会的理解 这个我们北京大学的李蒙教授写过一个关于现代自然法的书 他最早写过冲下社会其实也是一个思路 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古今的这个转变在社会 这个概念领域中的一个反应 那么于是相关的政治构想呢就最主导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社会企业论 那么这个与这些政治的这个这个或者社会学的这样一些理论对应的就是 由近代科学革命引发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是个大背景 这些大家都知道 我只是提一下 那么与这个相随而来的还有就是民主的观念 民主的观念它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当然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赌权在民的观念 就民主首先是赌权在民 那赌权在民呢 它是和过去的古代的君主是有一个直接的对应 那尽管民主观念我们可以在希腊找到比较早的源头 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比如说欧洲后来罗马乃至军主的中世纪到中国的现在以前 基本上是君主制是一个这个比较能够代表古代世界的这样一个政治理念 那么这个民主观念来了以后呢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相继到俄国革命中国革命 是吧就是君主制呢慢慢的很多地方都崩溃了 但是呢民主观念还有一个微观的层次 就是我们生活领域的民主化 这个 就是说民主的生活方式呢 不仅是指向政治领域 也指向日常生活领域 这个我们可以说呢政治领域的民主观念 以剧烈的革命的方式改变了西方世界 改变了非西方世界 同时呢其实这种改变也也是慢慢的在扩展到这个日常生活领域 所以呢霍莱特就曾经用一个这个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词呢 作为对现代性筹划的一个解明而要的概括 他假的民主生活方式呢就不止不只是指那个一个政治制度上的民主 而是指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个 甚至碰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这种民主倾向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是吧 不光是过去的政治包括家庭里面 年来月的民主化 学校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儿子 我觉得小学一年级开始 在选一个什么选什么优秀这些时候 老师都知道他们投票 这在比如说我们念书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选优秀那是要靠成绩 他老师的指定 老师觉得谁优秀就优秀 他有判断 就是一个权威性的判断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小学 就这些都是开始投票了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民主渗透到我们这个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也像西方人一样历史性的接受了民主的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大势所趋 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包含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的那种历史性的进步因素 就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中国可以走上现代性的道路这个历史的世界 反过来说 如果只是看到说那是一个进步 看不到现代性头发中所存在的那些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边缘 那么也不能说是达到了对现代性的全法反思 所以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两端综合起来 就既能够看到现代性或者民主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那种历史性进步因素 同时呢要能够认识到现代性所带来的那种问题 我们才能够知道 对现代性所倡导的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肯定达到何种程度才是恰当 也论如果缺乏前者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现代有可能是一无是处 对吧 那可能是上面上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比较重统的理解 同时呢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接受现代性 或者在西方也会会接受现代性 或者说会产生现代性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后者 那我们可能问题更严重 就是说只能够盲目的理解到说这个现代性 就是一个比较我们一个时代的潮流 而且是天然就是正确的 这个可能也是不能对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摆脱情政 一直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那篇文章里面呢我曾经指出 我说那个晚清已降 中国制式阶层 对民主的肯定 有其鲜明的历史性关系 一言以蔽之 摆脱情政 构成了中国走向共和 走向民主的内在理由 对秦以来君主制的批判是汉代以来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汉代的这一点的主要被那个经文经学家所坚持 尽管有时候是作为威爷 其实更多是也是大义之一 就是那个革命学说 那么这种观点呢 应该说到了宋代的理学家那里 将是发挥到了极致 就是我们可能有些这个 是由同学所知道的 说这个 程度都有这样的观念 大家说一下来自于这个 二成说这个 姚舜三王 周公孔子所传之道 未长一日得行与天地之间 这观点呢 看起来是非常高标的 但实际上是 他是完全是内在于儒学的这个脉络之中 我认为实际上是连那个 汉人也会同意的一个观点 那么对顺人来说呢 基于这样一种看法 所以呢 他就是说比较真正的这个 儒家所这个认可的这个政教理想呢 是三代以上 三代就是小康 在以上姚舜呢 就是大同 所以呢 姚舜是大同 三王是周公 这个是小康 同志呢 是祖族姚舜现场文武 所以呢 他是综合了这个 大同与小康的政教理想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呢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宋代理学家 对于汉堂的评价 就不会那么高 所以呢 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朱锡和陈亮的那个辩论 说汉堂不过是架漏签补过了十日 什么是架漏签补啊 就是这个房子是吧 漏了啊 就是再补一补啊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秦制的延续 稍微有一些 这个这个 比秦制呢 有些 有些方面 有些补足而已 但是根本是根本的架子是秦制 这到时也印证了啊 毛泽东啊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啊 大家 也有更早的源头 应该是在明代 还是清代有人说过 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啊 也就是说呢 现代呢 那个就是说这个汉堂呢 不过是秦政的延续啊 就是宋楼对于秦政的批判而言 根本处呢 落在师天下这一点上 平以来的师天下啊 与三代的公天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二者都采取了君主制 和世西制的形式 这个这里的所谓的师天下 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一性的私产 而实际上意味着 这是以一家一性的私利私运 为基础 借构起来的一个尊卑分明的 等级秩序 或者说是一个等级化的 逐利的体系 因为它着以的是私利私欲 不过呢 既然这个尊卑分明的等级秩序呢 不可能以一家一性的私利私欲 为其正当性基础 那么儒教传统中 以德配位的等级之论述呢 在此呢就能派得上用法 这就是学界说这个 阳如阴法的实际含义 儒教呢为了发挥其教化作用 甘月与秦制结合 或者说在他这个环境中呢 可能也是有他不得已之兔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 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就此而言中国呢 从秦制迈向民主就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民主政治呢 试图以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 为基本理念来借构新的政治秩序 作为一种反抗的政治形式 他说针对的正是 以一加一性质私利私欲为基础 借构起来的那个不平等的主力体系 我在别的文章中啊 就是那个圣王史诗的这个 这个东的那个 现在绝对民主制度那个文章里呢 把这两个时代破坏成一个 叫做道治时代和法治时代 因为这个话也是来自于陈子 陈子说呢 说这个三代以上是以道治天下 三代以下呢 是以法把持天下 以道治天下 和以法把持天下 就区分了这个两个时段 所以也就是说秦以后 基本上都是堕落的一个历史 秦以前呢 基本上从这个遥顺到三代 尽管说三代不遥顺 但是呢 还有一个大同一个小靠 都属于道治天下 以道治天下 这是这个我就公勿不去详说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我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说现代性 它本身呢 是一种历史目的论 那我们就应该是要 在我们反思现代性的时候 可能需要反思的真正的对象 或者说最重要的对象 恰恰就是那个历史目的论 所以呢我们再要看一个整个历史呢 就不能基于它的历史目的论来看现代 话说呢 如果你是基于那个 无论是自由派的 黑格尔意义上 还是左派意义上 比如说那个 马资意义上的历史目的论 你只要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目的论来看现代 那你一定会得出完全认可现代的一个基本思路 原因就在于那个历史目的论呢 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要反思呢 要摆脱它的历史目的论 那怎么摆脱呢 我所采取的做法就是回到这个 这个儒家传统本身的那个历史意识 就历史哲学 所以呢 道治时代 法治时代 有个同学没有听音 道治时代与法治时代 本身呢就是就是我按照我的理解 对于这个儒家自身的历史哲学 或者说历史的一个刻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理解这个民主的进步意义 或者理解中国从秦制走向民主 他的要停满他应该是基于儒家自身的历史意识 而不是自由派的或者左派的 所以我的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说民主的政治秩序 就现代的民主的这样一个秩序 实际上是法治时代的另外一个阶段 并不是比如说至少是不能说是回到了道治时代 或者是有些人认为比道治时代还要进步 而是低于道治时代的仍然是属于法治时代的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我的判断 那么我的分析是说呢 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讲了说 实际上古代的就是秦以后的这个 他是以一加一性子失利失欲为基础 借构起来的那个不平等的逐利体系 所以大家会看到他还是可以用得上孝这样的观念 作为一个这个基础 但是呢他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这个儒家讲的孝 不是出于这个比如说啊 子女对于父母的那种纯粹的感恩啊 来自于这样一个啊 在我看来是一种对父母支持的一种感应的一种情感 而是呢 是把这个 孝呢可能会和一个这个就家庭的失利这个概念构叠起来 那么如果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我们就在就应当问说 以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为基本理念 所建构起来的民主的政治秩序 他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在于要明白啊 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 实际上仍然属于失利失欲的范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这个政治秩序的基本 呃出发点啊 比如说那个 呃我们说那个啊 叫什么就是 呃 呃 呃 斯老师讲的正当啊 或者自来 或者自然正当这个词 比如说我们在哎亚里多德的 呃政治学里面看到的 他对政治的人理解了一个基本的那个突发点 他绝对不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啊 有基本权利的个人 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 那么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 其实维护的是一个 呃 就是能够或者说 呃一个 具有这个个人私利私欲的而且 认为这种私利私欲也是有正当性的在一个个人 换句话说呢 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他其实 维护的是人的私利私欲 也就是说呢 呃权利观念所捍卫的其实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人 从啊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古典质变的角度看 正如啊 斯特斯所充分解释的 以权利为独岛观念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 废除了人事理性的动物哎 对于被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所认可的这个力学前期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呢 既然说秦制是基于一加一性子私利私欲而结构起来的一个尊卑分明的独立体系 那么作为其反靠形式的民主制度 只不过是将这种私欲的逻辑扩大 试图借构一个基于一几次私利私欲的自由平等的独立体系 所谓现代政治秩序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一几次私利私欲的自由平等的独立体系 他的话说呢 我们对于这个现代 现代或者权利政治的这样一个理解是说 他是基于个人的私利私欲 对自由平等捍卫的是人的私利私欲 这和古代就秦以后的捍卫私利私欲这一点是同样的 但是呢古代的他是把家庭作为一个单位 一个利益的单位 所以呢是以一加字私利私欲 作为这个这个借购政治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他构成的是一个主体体系 但是呢是一个以一个家庭作为单位 而现代呢不过是把一个家庭这个打破 变成一个以一几次私利私欲为基础的一个主体体系 也就是说呢秦以后的政治和现代的这个民主政治的 就他们都是利益政治而已是一样的 就他们这个这个一个以家庭为单位 一个以这个个人为单位一样 他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呢 从秦制到民主制的那种进步因素 其实就是从一种以家为单元的 不平等的主体体系 转变到一种以个体为单元的 平等的主体体系的利益进步 那有些人可能问啊 说那古代如果家庭的这个价值是可以肯定的话 那么秦以后的这个秩序呢 他还是保留了家庭的这个价值 那何以能够所现代的这个是一个进步呢 那有可能是一个退步 这个逻辑也是通的 但是我们之所以说 进步是因为在古代那样一个政治架构中间呢 他那个家庭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校的那个观念是吧 他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 得到保存在这个社会中间在家庭中间 但是因为他那个整个的政治架构 而君主的架构 君主呢是一家 就是失利失欲 所以呢他会有一个巨大的影响 导致呢就是说整个社会呢 其实是这个有可能是不能够真正的够把儒家的理想做实现 也就是说他可能说这个让位的或者说可能就是一个校的观念 但是呢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他又没有把那个校的德行扩充下来 这个当然在历史的这个聚集的分析中呢 可能要根据历史的实际的情况 那从制度来说呢 既然是一家子失利失欲 那在这点上可能就是 也就是说如果基于一家子失利失欲 就构成一个不平等的独立体系 而言呢 那么他相对于一个现代的平等的独立体系 他是落后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 这个现代或者说民主政治 其实是有一个进步性 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需要更进一步分析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民主共和相对于秦制说 呈现出来的那种历史性进步 仍然根本上 在根本上仍然背离于乳教纪念中的政教理想 无论是以姚宋所对应的地道 还是以三代所对应的王道 也就是大同和小康 我们只能将民主时代作为法持时代 的一个新的阶段来看待 而不能将之与道治时代相提并论 这不能认为民主时代超越了道治时代 比三代或者姚宋还好 这是我们基于儒教立场对于这个民主共和 加以历史性肯定的最大的限度和恰到的分寸 经过这个刻画 大家知道我们就可以在基本上摆脱基于现代的 现代性本身的历史目的论来评判 中国的历史包括这个道治时代 因为实际上按照这个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 比如说这个秦汉以后的专制乃至于一些人说 元代以后的更为专制的这个社会 中国的制度 都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 就是所谓绝对主义的西方讲的绝对主义这个阶段 所以比如说梁启超在很早时候都讲过 从姚舜到三代再到秦汉到现代 是一个不大进步的过程 就是把秦汉以后到清这样一个时段 也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这个甚至在卡友维那里也可以做了 也就是说原因就在于 卡友维和梁启超都已经结束了 地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那种历史进步论 现在我们基本上有能力能够完全打破 或者说摆脱这种历史目的论的 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的笼罩 回到儒教资深的历史哲学来看待这个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现代性的最大的问题 以门斗拥护者们将现代性理解为人类的一次历史性大解放 认为现代性史无前例的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 而完全无视现代性导致的严重的问题 曼金塔尔说这是一种毛人为其视力而欢呼的浅薄行为 我们现在大概应该可以能够避免了 实际上 无论中西对现代性的批判 一直伴随着不断深入的现代性的历程 作为制六的低音构成了现代思想史的另外一个传统 从伦理生活的层面看 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就表现在对伦理纽带的侵蚀上 我这里引用了曼金塔尔的一个说法 他说民主的生活方式隐含着一个民主化了的自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曼金塔尔也是在一个微观层面来使用民主这个词的 他说这种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 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民主化了的自我 可以是任何东西 可以扮演任何角色 采纳任何观点 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 什么目的也没有 这个我们是有体会的 也就是说 一旦自我变成这样一种民主化的自我 那么传统的鲁鱼纽带 小到家庭 大到国家 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化的自我所带来的冲击 使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黑格尔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现代自由带来的这些问题 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真正提出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把现代性看作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说的question 是problem就出问题了 就黑格尔是在哈贝马斯看来 黑格尔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现代性出问题了 这样一个人 黑格尔揭续扩布斯提出的消极自由理念 和卢梭提出康德发展的反思自由或者说道德自由的理念 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社会自由 或者说伦理自由的理念 以求达到古今之间的和解 二言之呢黑格尔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 是企图以现代意识的个人自由为出发点 对人伦就过去的家庭啊社会国家 进行一个规范性的存构 这也是郭莱特的一个书语 从家庭到国家等大大小小的传统的生活制度 应当基于个人自由得以重建 反过来说呢 个人自由呢 如果不能够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传统生活制度中 加以真正落实 就不可避免的使得现代性遭受自由的不确定之痛 因而就算不上是个人自由的真正实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说呢黑格尔是要就是意识到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呢他这个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对伦理 或者人伦的规范性的存构来从现代出发而回到古代 这个从他的伦理体系开始就有了这个意思 到后来的不见 这个比如说耶那时期到最后法庭学原理 他实际上是低于现代自由 然后呢 是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个现代这个自由呢 能够客观的落实到人类生活的这个传统的制度中间 比如说家庭 包括社团 社会国家这些 但是在市民社会这个环节呢 他又把现代的社会的这个刻点给他加定去 是 所以他是更想了一个古今和解的方案 那么我的一个理解是说 这种古今调和是不可能的 曼金泰尔呢已经雄变的证明了 个人想要在共同体的程序与发展中走向繁荣 需要各种各样的美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代社会呢 尽管我们说他强调以个人为出发点 但是 现代社会仍然是有 或者现代的人类的生活仍然是有共同体 比如说家庭 比如说我们小型的共同体 乃至于比如说有些国家 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这是我们的祖国 仍然是以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来理解这个国家 换句话说共同体仍然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真正实实的场景 这就是我的标题说现代共同体的含义 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性的基本规则 如果是个人自由乱大 那就应该没有共同体 共同体绝部消除 而成为就是腾尼斯所讲的社会 就是飞耀通把它摆成法理社会 跟以前的礼俗社会有一个区别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现代人仍然生活在各种洞穴空间 各种对我们生活自观重要的 并非陌生人所组成的关系的共同体 换句话说 我们是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共同体里面 它的基本的规则与古代的共同体不一样 所以它会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 父亲也不能够亚制儿子儿女等等 还有我们可以想到 同时它也不是完全按照现代规则说借口起来 它仍然保留着传统共同体的一些特点 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代共同体 但是启蒙以来 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的筹划 不再将美德作为主要的关系 而是用规则代替美德 最终将过去一直维系着人类群体生活的美德传统 边缘化乃至于抛弃 如果是从腾经师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来看 那么伦理学中的古今之变 就意味着古代的伦理师思想 服务于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 而对于以成员的身份 生出其中的个人来说 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 也就是作为成员的个人 得以自我实现的过程 现代道的哲学 则服务于社会的结构与维系 而对于作为结构单元的 也只是个人来说 社会的结构与维系 与他们的自我实现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古代的伦理思想与现代道的哲学 二者的目的不同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 它是两套系统 它不是一个 黑格尔开出的古今和解之路 作为启蒙以来的道的筹划的一种更为复杂 和更为精致的形态 也不可能成功 以家庭为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家庭 不仅是说基于个人自由或者权利观念 无法真正建立起作为共同体的家庭 个人自由或权利观念 往往还成为导致现代家庭走向危机的重要原因 国家也是一样 一方面我们都在提倡基于个人自由或者权利观念 建构一种契约论类型的国家 另一方面我们依然合理的保持着 对国家作为某种传统类型的共同体的深切的期待 这其实是自相磨动的 这一点也特别的反映在爱国主义主题上 有些人说了 国家有什么可爱的呢 国家是个阶级统治的工具 如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的确没什么可爱的 或者说国家就是一个 每个个人公民出于自身的利益 所构成的一个契约 他的一个表现 那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 顶多我们说他有他的必要性 爱是爱不起来的 既然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政治情绪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国家的期待 就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规则 也就是说国家仍然就像家庭一样 它是既有现代的特点 也有古代特点 它是一个就是我说的现代共同体 是一个共同体 但是又是有现代性 但我们可以说它是有一个内内在的矛盾的 乌宁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 处于严重的精神分裂之中 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说这是个逻辑推理 是吧 从我们现实我们回到我们经验来看 好像自由是我们说需要是吧 我们谁都不想出去自由 也觉得这样的社会它是有价值的 同时美德也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要自我实现 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 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能够达到卓越 这意味着我们就需要我们变成一个有美德的人 就自由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德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既然说在自由的道德与美德的伦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不可化解的乃至互相损害的张力 那么我们讲不得不面对现代生活不可调和的 雅其境 就是雅其境的问题 自由对于人类追逐利益满足欲望的本性 其解释的后盗是从目前看仍不可代替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美德对于人类过那个群居生活的 群居的伦理生活的本性 并不会因普遍之变而丧失其利益 由此思考传统类型的共同体在现代处境中的命运 会有新的认识 一方面现代性的记忆区核心理念 已然确立去依靠规则和制度 以合法的权力规判改造各种 各种类型的共同体 YOKI没有静音 另一方面传统类型的共同体要维系和发展 就需要不断发扬传统的伦理资源 以抵御现代性的侵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一个家庭 我们完全按照现代的民主的权力的自由的理念来构想 这个家庭很快就崩溃了 所以家庭像这种共同体 它就必须要发芽传统的伦理资源 抵御现代性的侵害 才能够保持它的这个程序和发展 既要接受这个现代性的规训 又不能够斩断 其值得与传统的伦理基础 这就使得现代共同体 必然呈现为一个冲突的结构 如果从一个认为积极的意义来看的话 来看待这种现代共同体的充足结构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得出结论说 现代共同体必然是或者最好是一种耗散结构 必须通过不断的发扬 从而也就是消耗传统的伦理资源 才能够扭转现代社会的商增加过程 这里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商增加过程 正是以传统共同体的消亡作为终点来衡量的 如果现代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那么传统的伦理资源所能产生的能量 就是导致现代社会不断突变 远离无序 从而走向有序的一个根本的动力 反过来说 一旦传统的伦理资源消失殆尽 消耗殆尽 现代社会就可能因此而沦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从而面临解体的威胁 就是我用了一个物理学的耗散结构来讲这个过程 就是说耗散结构指的是说 如果一个系统是封闭的 那么它的伤增加是必然的 那么怎么能够扭转伤增加 就需要有另外一个资源 能够不断的给它提供一些新的能量 然后使得它能够维持它的原来状态 也就是说使得它能够抵御伤增加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假如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对共同体这个存在方式 有一个根本性的损耗的话 那么传统的恰恰就是能量 就是让现代共同体不至于消亡 或者不至于变得很糟糕的一个积极的能量 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就相当于说我们一个屋子 夏天比如说很热 没有空桥的话会越来越热 最后会热死 那么我们用一个空桥挂不在室内 在室内没地方挂 因为就没有给它留位置 我们室内的位置都满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室外有个地方 给它挂一个叫外挂空调 那么外挂在上面 它不断地给你进行空气的流动交换 然后把热气输送走 把凉气给它运进来 也就是说传统的就是相当于外挂的通常一样 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为什么使用后撒结构物理学的概念来讲 比如说是讲一个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或者说现代共同体它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结构 或者说它最好是这个结构 就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 好像也可以看到 在现代化过程中 取得人们所认可的成就的地方 往往也是传统的伦理资源深厚的地方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 与现代社会的借购原则 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冲突的传统的伦理资源 对于现代社会的繁荣于发展 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我们看现代性是起源于欧美 特别是欧洲 那么欧洲也是被认为是文化比较深厚的地方 然后在扩展到非西方的国家文明地区的 现代性里面 就是现代性最好的地方可能还是东亚 是吧 日本最早日本后来这个四角轮道 现在的中国 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 东亚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世界文明 比较也就是说是有文化的地方 比如说可能其他地方就比较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观察是对的话 其实恰恰是争议 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更深厚的传统伦理资源 所以他们才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现代化过程本身又是 你摧毁传统伦理资源为它的基本方向 所以事情就是这么吊诡 而且我们可以预想说 一旦一个社会的传统伦理资源全部耗尽 那么现代性的深层危机 将全面爆发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 比如说现在的 比如说美国可能是不是在面临这样的节点 但是我觉得是科学思考 比如说当现代的进行的 就是传统这些资源全部已经被消除掉以后 可能一个社会真的又变到了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地步 会变得可能更为脆弱 更没有一个这么说 一个稳定的保守的力量 作为一个社会稳步前进 稳步运行的这样一个经历 现在我们就转告 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分析说 是因为现代性有一个双同的弃绝 这也是我的标题的一个主题 现在社会始终的存在着 走向彻底无序的精神废墟的威胁 也就是说会走向热剂 这是尤其基本理念所决定的 历史的来看其无序化的根源 在于于古代断裂过程中的双重的弃绝 其对自然的弃绝与对超越的弃绝 前者是指近代科学革命 所导致的对古典意义上的自然的弃绝 简而言之 牛顿的物理学代替亚历多德的物理学 意味着对自然的理解 从原来的目的论转为机械论 也就是说原来的自然目的论遭到了弃绝 这是理解古今之变的第一要义 当然其实科学革命还有很多 就是后来的比如说物理学革命之后 还有化学生物学 好多方面 既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么对自然目的论的弃绝也引发了有关人的科学的变革 同而也极大的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构想 前面所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建构方式 就是基于机械论的自然观所产生的 因为对自然的理解从原来的目的论转变到机械论 直接引发了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从原来的目的论也转变到了机械论 麦基泰尔曾这么来刻画这一过程 他说十七十八世纪 把亚里斯多德主义对自然的理解遭到抛弃 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被新教和宗派神学所清除的时候 亚里斯多德对人类行为的论述也拒斥了 人不再是他先前所谓的功能性概念 除了在神学内部 并且在内里也并不总是如此 对行为的说明逐渐被视为 无非是结识作为行为之基础的 各种生理的和物理的机械作用 因此大康德意识到 在任何承认道德律令对行为的主宰作用的论述 与任何诸如此类的机械论式的解释之间 有一种深刻的不相容的信实 他不得不得出结论说 不从并体现道德律令的行为 从科学的立场看 必然是不可解释和不可理解的 抗弹之后 诸如行为的意向目标和理由等等观念 与各种厘清机械论解释之观念的概念 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成了哲学常常考虑的一个部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目的论到机械论 首先是自然观 然后对人类社会的理解 也是从目的论变成了机械论 乃至于对人的一个行为的分析 也变成了从目的论变成机械论 这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 康德是从自由的因果性 来理解人的道德行为的 也就是说其实也是从一个机械论的角度 理解一个行为 一个原因一个结果 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实际上 他说讨论的或者说考虑的 是一个行为的动力因素 就是行为的原因是动因 他不像古代对自然是有一个目的 理解 对人的行为也是基于一个人的 被自然所赋予的目的 或者一个社会所赋予他的目的 比如说我在一个社会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那么我的行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身份 这样一个 作为我的自身子所事来去行为 所以目的是独岛行为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性以后 就整个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也发生了这样一个颠倒 陈如曼金泰尔所分析的 对自然目的论的弃绝 所导致的对社会目的论的弃绝 正是以美德为核心关切的古代能力思想 遭到抛弃的根源所在 而以规则为核心关切的现代道德哲学的兴起 这对应于以反自然的自由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构想 此处作为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的自由 如其所述 正是那种作为平等的自由 而其反自然的特性 意味着现代性公然拒绝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个亘古及被承认的真理 意味着人企图 以全然分泌于自然的方式 借构起生活秩序 从而构成 现代社会必然走向无序的主要根源 比如说马亦夫曾经说 近代科学观念 对如教经理中所呈现的 古典世界观的摧毁 他用这个话来概括叫什么 叫以天地为物质 或者我们从周一的观念来说 这叫做乾坤毁无以戒一 就是整个现代性的转变 是导致了 周一里面假如乾坤天地毁掉了 天地被毁掉了 变成一个光秃秃的物质 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对超越的契绝 这个对超越的契绝 也与这个近代科学革命有关 这个对体来说 就是否认作为一个创造者的神的存在 提实质是师徒加大写的人 确立为新的人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现代才被标示为 或者自我标示为一个世俗的时代 我们知道这正是查尔泰勒 他的名度的标题 自作化的过程自然也是 体制性的宗教 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逐渐降低乃至逐渐衰落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点上 哈贝马斯将现代性问题 直接概括为 在宗教衰落之后 寻求替代物的问题 在启蒙的事业 经过了二百多年的今天 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以科学代替宗教 还是以道德代替宗教 还是以美誉代替宗教的 现代性方案全部都失败了 体盟以及特地破产 而人类已然品尝过 地绝超越的那种内在主义方案 所导致的极端的恶 比如说纳粹的和史达林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恶 沃格林正将弃绝超越的内在主义 争断为一种灵性的分泌 以此而言 现代性的灵性病理学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 其实就是要 要让宗教下课 它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宗教的替代物 为什么会是宗教的替代物呢 是因为说在古代社会呢 宗教呢 它起的一个 整合所有生活领域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呢 尽管宗教有它自身的那个神圣的空间 有它的这个场所 和世俗的 无论在直接上空间上都有一个界限 但是在古代的社会中间 宗教就有一种整合能力 那么现代性呢 它其实是要把宗教的地位给它废掉 第二通过哲学来代替宗教 然后呢 这个 通过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构想 就通过人类的理性来构想一个秩序 然后呢 这个避免宗教作为一个独岛时那些问题 同时呢 又能够起到类似于过去宗教所起的那种整合作用 所以我们看这个启蒙运动里面其实全是这个思路 当然我们会说这个整个启蒙运动还是跟新教有段关系 是吧 再往后它慢慢就就逐渐就抛弃了 所以从新教再到世俗化的过程 这是西方的那么在中国呢 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中呢 也是非常清楚 这个新华运动呢 把民主与科学 作为他们追求的两大旗帜 刚才我们讲了 民主与科学其实都讲到了 其中呢 科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巨词宗教 在当时 所以呢 像那个陈彤秀 胡斥 这人呢都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方案 就那个时候呢 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意识 就是说 目的就是要代替宗教 虽然他不太取西方的宗教传统 对中国的这个儒教呢 他们也是特地反对 然后呢 梁树敏呢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 当然呢 他是认为说这个儒家本来就是道德 超越了宗教 这个观点呢 我是不同意的 这个我们这里不去讨论 就是梁树敏所提出来的是以道德代宗教 然后呢 更早一些是蔡月培提出来是以美誉代宗教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科学对应的是真 道德是善 美誉是美 所以呢 也就是说真善美这样一个三个架势 都被用来在懈怠过程中呢 用来是作为一个代替宗教的产物 那实际上呢 这个是都失败了 而且呢 也正是因为这种这个代替性的方案 就是导致了这个超越性的丧失 你以为我们大家可以在人间可以实现天堂 所以就导致了那种极端的恶 就是我刚才讲的 相当推养 那种极端的 这是沃格林 在他的整个路数里面 比较重 主要的一个路数角度 就是内在主义所导致的 这种灵性的封闭 而灵性封闭呢 太太就是现代性 灵性病理学的要害所在 也就是说呢 在沃格林看来的弃绝超越 是整个现代性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沃格林也在这个基础上来谈 对于那个自然的弃绝 因为灵智主义的特点 其实就是 比如说古代灵智主义的特点 就是反自然 现代灵智主义是反抛越 所以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自然的超越都是 古代那个比较好的秩序的结构中间的 两个要素 但是呢 现代性都把它弃绝掉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析的 来诊断现代性 那我们说这个现代性呢 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来自于双重弃绝 弃绝了超越性 弃绝了自然 所以呢 导致了前面我们说的那些问题 那么如果要勾连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古代意义上的共同体 它其实是依赖于自然和超越 这两个环节 就是对这两个 这两个因素 就是对自然的超觉 弃绝与对超越的弃绝 二者是彼此相关的 因为呢 二者同此体现在否认创造的事实 这一点上 对一个目的论者自然的体验 背后必然是 对一个充满爱意的创造者的体验 反过来说 弃绝一个目的论者自然 必然会弃绝作为这个自然的创造者的神 从伦理的角度看 如果叫父亲与君主 都体验为自然 而相对于叫创造自然的神 体验为超越者 那么双重弃绝之间的关联 就可以从现代心 必然同时 是神 是君 与是父 这一点上 清晰地看到 弃绝自然 但不弃绝超越的倾向 当然也出现在各种宗教传统中 比如 我给你笔下的古代灵智主义 极端表现是不信仰 作为创造者的神 而只信仰作为救赎者的神 用基督教的传统的话语来说 是创造与救赎在意识上 或者在体验上的 持衡或者分裂 而就人自身作为被创造者 这一点而已 否认创造的事实 就意味着不成 就意味着自欺 因此在这个意思上来说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不成 就是自欺 那么这个创造的事实 在中国里面也是有的 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在 儒家里面讲的那个成 那个成的观念上 成德天道 是什么意思呢 成天道就是生生 生生就是 这个创造是真实无望的 这就是成 就所有这些创造不是去换 不是像这个 比如说佛教会说 这些这些创造的事物 都是都是假象 是吧 元气性空 这个生生里面包含着 对这个真实无望的理解 只要不 抵御这个 抵御这样一个 真实无望之理来讲生生的 那都有可能导致 这个修主义者 那么所谓人能够反身而成 能够施成成之 其实就是说你能够领悟到 你跟天地作为一个创造你的 这样一个终极的超越者的一个关系 然后你回到你跟他的关系中间 所以这叫反身而成 回到这个关系中间 那你就会要认可一个创造者 同时认可创造的自然 如果你认可了这个创造者 也认可了创造者创造的自然 那么其实可能 接下来的结果就对 就可以理解共同体的意义 而不是一个比如说按照 现代的规则和建立起来的 那样一个松散的 一个法理的社会 所以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角度来说 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 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回忆 回想到自己跟天地创造 万物在一个过程的关系 所以也不能够回想到自己跟父母的 这样一个生与备生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种基本的思路 一定是是神的 也是是君的 也是是父的 也绝对不可能是孝的 因为你不承认 或者说你没有充分的认识到 你和创造者之间的那种 一体的关系 没有体会到创造者那种慈爱 所以你的孝呢 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我的报告呢就到这里 一小时二十分钟 剩下的我们就做一个讨论吧 好的好的 谢谢唐老师 谢谢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 从我们开头讲到 历史观视野下的 对于现代性的正道反思 一直到我们最后讲到 成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漫长的思想之旅 那我们作为现代人 其实就是现代性 从启蒙运动开始 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实际上是一直伴随着 现代的这个呈现 和现代性的这个发展的 那我们作为现代人去 对于现代性 做一个批判也好 或者是就对它呈现一个 总体性的观点也好 总归是要基于对于现代的 一个充分的认识的 那唐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 这个讲座呢 首先是讲到了这个 就是在历史观 在对于这个 现代性的这种脱胎于 基督教史观的 目的论史观的这种介绍 开始 然后讲到了这个 现代性以平等来 来置换自由 然后用权力来引出民主的 这么一个总体的特点 那继而讲到了 把对于现代性的这种 历史观的认识 引入到中国 引入到中国的这个 历史的这个思想语境当中 那我们讲到了 理学的这种道治和法持 二分的这种 这种儒家的历史哲学 那唐老师认为 唐老师认为现代性的 这个政治结构也好 社会形态也好 他所呈现的这个 这个世界图景也好 他最多呢只能说是 相较于情政 相较于情政 他是有一个进步的 就可能是作为 可能是在平等 得到实现的这个意义上 他是进步的 但是他仍然处于 法持的这个范畴之内 他与这个儒家的 道治的理想 最终还是背道而驰的 那现代性 他最大的问题是 对于伦理纽带的侵蚀 对于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到了这个 共同体的这个问题 就是标题上 我们说到的 这个现代共同体 我觉得可能实际上是 现代一杠共同体 就是它是一个 需要兼具 共同体和现代特征的 一个东西 那实际上在 腾尼斯的那个二分之下 现在可能和共同体 就不再是一个 不再是可以兼容的 两个概念了 那么以在现在来 重建共同体 重建这个伦理纽带 为目标 实际上我们经历的 是唐老师所说的 这个耗散结构 也就是 在对于这个伦理纽带的 重建上始终是在使用 并且是在发扬 同时也是在消耗着 这个传统的伦理资源 那我们这个地方 讲到的这个两种弃绝 对于自然的弃绝 也就是用机械论 来替代目的论的 这种对于自然的 这个弃绝 以及对于宗教的 对于宗教 对于创造 对于创造者的 这个弃绝 也就是对超越的弃绝 以及在这个超越的 超越的弃绝的 这个问题之下 我们不断地去 这个造新神 并且不断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体现了 最终体现了 对于创造 对于创造的否认 那放到中国哲学的语境下来说 它是对于生生的这个否定 对于成的否定 那我简单总结了一下 唐老师刚才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讲座的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 开放讨论的这个环节 因为这个与会的人员比较多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两百多个这个同学和老师 来聆听我们的讲座 那我们不能这个 就是不能把大家的脉都打开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私聊 就可以发在这个公共聊天的这个频道 或者是私聊我 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举手的这个动作 就是系统里面是有一个举手的这个动作 然后你示意我一下 然后我来打开你的脉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打出来 然后我来帮你提问 这里收到了一个问题 有一位叫王敏的石友 他问到 学界有人提到村落共同体解体 这个提法 您怎么看待这个提法 如果说要重塑共同体的话 应该去从哪些方面切入 谢谢 谢谢唐老师 就是 吞落共同体 那就是我们 吞落共同体 可能是 对 现在的乡村都在消亡 是吧 我觉得 可能首先还是要 首先保卫家庭 然后可能就是说要 如果一直到 就是说共同体的 它的存在的重要性 要去提倡 套于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 相关的一套 比较伦理 比如说除了基本的规则 是必要遵守之外 比如说基本的 比如说一个村落里面 义务 同时要发扬那种 美德的传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道德的教育 好多都是规则教育 这些东西本身 其实就是不利于 这个共同体的同序 这个就是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很具体的问题 就是理论上 像麦金特尔 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要给予那些 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 那种层面的共同体 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让他们按照 他们自身的脉络 第一不能够受到 这个国家的挤压 第二不能受到资本的挤压 因为国家与资本 是这些传统共同体的 最大的两大损害者 就具体来说 它的损害的 也就是说对于市场 和对于政府 要有保持足够的 这样一个警惕 或者说应该 应该一个好的一个社会 应该不能够让 这个国家跟市场 它的学历太大 我就简单回来 谢谢唐老师 那我这边还在 持续地说到问题 有一位同学他问 就是他借用了 韦伯的概念 他说现代性呢 它是一个驱蔑的过程 如果不弃绝超越的话 那么怎么才能 才能够实现驱蔑 这两者的关系 怎么来调和 不弃绝超越 其实韦伯自己 对现代性 也有很多批评 或者说他也 他也会有很多紧张 至少 有些人说他晚年 这个精神紧张 跟他对新教的那种热切 跟德国的普及 有很大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假如说是 不拒绝超越的话 那可能就不知道 该怎么构想 就是说这个 就是实际的历史 是拒绝了超越 所以我们是面对 而且有可能拒绝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前面 讲到说 这个 他和新教的传统有关系 后来慢慢走 下试图化 本身也是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是要 把他的这个原因把握掉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说 可能在欧洲的 现代性的过程中间 他宗教的冲突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导致很 很激烈的宗教的战争 所以导致 新教跟天主教的分裂 乃至于后来 新教改革 等于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 比如说在中国 可能就没有那么 比如说中国古代 就没有那么 激烈的宗教冲突 所以也许中国 有可能会走一个 不同 不压的道路 但是 这个 历史没法假设 未来也没法去 构想 就是说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已经是 生活在这样一个 现代的途径中间 我们已经深受西方的 文明的影响 同时我们这些影响 也不完全是被动的 也是我们愿意说 接受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以后的历史 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也很难讲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 意识到说 地绝超越 地绝自然 是下来经文的根源 那么我们可能会 构想一种方式 就是说 能够去 重新去重视 因为这 实际上是古代的资源 这些古代资源的 架势和意义 谢谢唐老师 我们还有一个 王琪同学他提问 他问平等和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儒家的大同理想 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从秦制到法治时代 再到之后的 道治时代 它是一个 正反合的过程吗 平等和大同的关系 对 平等和大同 当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平等的理想 就是 我想你问这个问题 的原因可能是 一位近代 可能从洪秀学开始 后来开个围 是吧 包括书中山 乃至于后来毛泽东 他们都是用 中国古代的大同 这个概念 来讲一个 对未来的理想 社会的一个理解 这是一种 也说概念的挪用 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 李记的理由篇里面 就今年里面 所记载的大同的理想 和那个 比如说我们 现在理解的 一个平等的 一个理想 它其实是 完全不一样 是吧 因为在大同里面 它的重点 不在于平等 它在于说 人亲戚亲 个亲戚亲 子其子 是吧 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 说是一个 是一个 非常和谐的 而且 各对性命 各安其分 那样一个事件 而平等 它是说 每个个体之间 有一个基本的平等 所以它这个 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 是用这个词来讲 所以不能够 用现在的 平等观念 来理解 古代的 这个经典中的 大同理想 这是 第二个就是说 道智时代 与法智时代 就是实际上 道智时代 与法智时代 这个历史观 它并没有设想一个 未来一定会能够走到 道智时代 而是说 未来怎么样 取决于我们人类支撑的努力 如果我们 努力的好 有可能 回到 是吧 回到三代 像三代一样 回到法智 道智时代 但是 有可能不行 所以这里面 其实说 它不是一个 分泌的历史观 也不是一个正反合的 正反合又变成了 进化论了 是吧 也不是那样 就是未来是 可能进步 可能退步 也就是说 在儒教自身的 历史观里面 他是说 姚宋和三代 开创了两个 比较好的 治理的模式 就是大同与小康 或者说 地道与王道 就是 合称就是 道智时代 那么 三代以下 这个政治 就已经 特地堕落 也就是说 这个堕落 可以通过 像我在 我那个文章里面 是通过一个 人性的 一个堕落来理解 就历史中的人性 不是人的本性 而是说 客观现实中的 这个 明性 或者说 一个明性的 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 可能一个合理的解释说 在三代以后 就春秋以后 实际上 这个明性的变化 使得过去 就是道智的时代 道智的时代 不再可能 所以 只能是以法实的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的阶段 但是我们希望 能够把孔子的教化 能够作为一个 就我们前面讲的 类似于空调外挂式的东西 把它 大家也可以放到里面 古代是放到里面的 放到里面 然后 发挥一些作用 那么在这个作用之下 我们可以设想 也有可能 能回到三代 但是也许因为 历史的堕落 或者明性的堕落 可能回不到三代 所以我们不可能设想 一个未来的 有一个固定的走向 未来是不可知的 它是有可能邪计 有可能倒退 但是 整个历史的标杆 就是在尧送的三代 这是比较传统的 儒家的历史观 所以 我是说一把 借代看作是一个 法师时代的另一阶段 是分析到 也就是说 曾中对于法师时代的理解 主要是强调 它是利欲的政治 就是 孟子一开篇 讲的 这个 毅力之变 是以仁义为本 还是以利益为本 孟子认为 梁慧王那个出发点错 是吧 那么 那么这个 成都都是以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情字 就是以利欲为本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 现代性 它维护个人权力 其实是维护的一个 利欲的主体 所以它和法师时代的 特点是一致的 它的差别就是说 前面讲了是 从一加字 支离时欲 到一几字 支离时欲 所以它有个差别 所以我在这一场 把它看作是法师时代的 一个阶段 所以 如果说 道字时代之后 有了法师时代 那么法师时代 意味着明信的下降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不再可能 有道字时代的那种可能性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有可能 我们以后永远都 都回不到那个道字时代 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我前面的解释都是按照 就是我所理解的 传统的儒家的这个历史意识 或者历史哲学 说解释出来的 好的好的 谢谢唐老师 一直都是我在 就是转述大家的提问 然后大家就是也在 感谢 感谢唐老师的回答 但是都私聊给我了 所以唐老师也看不到 然后我们 有一位同学 他想要跟唐老师 做一个这个 就是面对面的交流 我给他开麦了 唐老师好 我是那个高斯达 老师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刚才提到 那个现代性的一个 有一个重要的弊病 就是缺少一个自然的 就是或者说缺少一种 超越性的崇高 然后您提到这个 现在如果要建立一种 就是现代性的信仰的话 应该是一种 就是四君四父 但是是属于非教主式的 然后我刚才听您 听您那个就是讲到一个 传统政教三代的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如果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 去讲一个三代的话 三代就是无非是夏商周 这个三代 但如果从历史性的角度 就是或者说是 从历史哲学的一个角度 去讲三代的话 就是三代是意味着 一个天道的自我革命 那么这样的一种概念 至于现代性的一个 比如说现代性的一个 超越性崇高的建设 是不是有一种 天道上的一种 自我循环的这么一种意味 是不是对那个 现代性的一个崇高 有一种就哪种启示 这大概是我的问题 谢谢 我必须能够 很好地把握到你的要点 就是我想可能你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整个现代是双重细节 既抛弃自然又抛弃超越者 那么在三代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三代也好 姚顺也好 他们是既认可超越者 也认可自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好像很难说 这个现代会有一个 能够恢复这个的同性 但你说到说 现在如果有一个 性的信仰的话 是不是可以达到 我前面的一个解释 其实是说 只要我们从现代出发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 把那个 也说只要从这个 以这个双重细节为基础的话 就不可能重固 我们的共同体 所以也就是说 这时候 只能是一个 以一种 传统只能是一种 外挂的方式 可能会发挥作用 它不可能放在内部 所以我是不太认为 现代性有一个逻辑可以 把这个传统容纳在它内部中间 然后以此来 好像 比如说反而是古代是可以的 比如说汉代以后 比如说汉的制度 它通过一个政治和孔子儒教的这样一个结合 它放在里面了 是吧 也就是说把这个 这样一个孔子说最后创立的教化传统 放在了一个政治体里面 它的前提是大家都相信自然 同时相信天 相信君主 所以说君父天都是 都是整个古代的基本的信念 所以它反而是 尽管它也是法识时代 是吧 是一个秦制的延续 但是汉制它会有一个可能的转化 而这个转化是通过一个政治结构的 比如说古代共同体 或者说平易以后的共同体 这样一个结构来 有一个可能的转化 尽管比如说到了宋代 文中的仍然说汉堂是架漏千步过了十路 但是他不会说宋朝是这样 为什么呢 有些人说那可能是因为他害怕 这个是避讳 是吧 这是可能的地方 但是更重要我觉得是他会觉得 当朝还有可能改变 也就是说他有一种转化的可能性在里面 但是在现代社会 因为没有可能把这样一套 这个东西就放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它只能是一个 只能是一个通突的结构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你讲的那么乐观 就是说我不太认为 现在能够达到这个结果 但是你刚才区分历史中的三代 和一个比如说儒家经典中的三代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儒家就出于儒家的信仰的角度 肯定也会觉得 经典中讲那个三代 也就是历史的三代 当你要做区分的时候 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就要站在一个 现代史学的角度 还有这个区分 在我这里就是没有区分 这个三代就是经典中的三代 也就指历史中真实的三代 就是说 至于说 一种信仰 比如说我们说超越者这个信仰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开 我觉得到此可以去考虑的 但是实际上我这个文章 我今天的演讲 是我一篇大文章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道儒家的 或者儒教的在现代社会 它怎么能够程序的一个制度化的考虑 其实我的一个关切 跟你讲的可能有一点相关 就是说 在我看来 就是因为古代的儒教 它就是因于自然而立教 它就是它跟自然相结合 比如说家庭里面 国家里面 在古代都是认为是自然 有金主制 有父亲的家长制 就这些东西 它那个儒家的教化 儒教的教化 就把它结合起来 但是现代社会 既然是既是弃绝超越的 又是弃绝自然的 所以它其实就不可能 这个基于自然来建筑 但是既然弃绝自然 是不是也就不可能 以这个超越者作为一个 历教的方式 恰恰比如说现代社会 信仰的形态 宗教的形态 它在现代社会 是有一个空间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教化 是可以基于一个精神 一个绝对的精神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 或者基于孔子 来建立起来的 但是现在是没法基于 这个君父这种模式 就君主制在消亡以后 过去的那种立教的 伏教的方式 就已经不可能 所以你也提到 这个教的方式 其实我的背后的一个关切 是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需要以一种 就是基于精神而立教的 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我认为 康有为和马一福 都已经比较充分的 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马一福 他就对比 他说你看佛教 基督教这些 他们经常是在 深山老林里 基于一个精神立教 福教 然后政治时局的变化 无论多么大 他们自身就可以重续下来 几千年都可以 那儒教他过去 不采取这种方式 那么所以他就会受 政治的影响 会更大 而且尤其是说 按照这种思路延续下来 我认为我的思考 是顺着他的思路下来的 就是说 按照这种思路延续下来 既然现代性 他是闭绝自然的 那么实际上 而且这些自然的制度 本身也处在一个 怎么说呢 即使不是消亡 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 乃至于危机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作为祖国的这个概念 都是不满的危机 那你还要把一个孔子的教化 跟他这个结合起来 就更为困难 所以这种只能是 对于孔子这样一个人格 或者说这样一个 孔子背后的天地 作为一个信仰的最后的根源 就超越着 作为一个利教的方式 我觉得这可能是 才是就是说 在现代社会这种固定之下 儒教能够在社会中 发挥作用的 一个制度化的考虑的 唯一可能的思路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回答 能不能 这个变中你的某些主题 思达同学还有什么 就是还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非常感谢唐老师的一个回答 我们那个课后 还可以私下载掉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思达 谢谢 谢谢唐老师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就是外挂的这个问题 我这也有好多同学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因为这个 我们提到的这个启蒙 是以规则来代替美德 那么反思现代性 既然要借助 传统伦理的这个外挂空调 那么它和 比如说像梁树明 路径的这种 以美德代宗教 以及其他的 以道德 以哲学来代宗教 或者以美誉来代道 它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样吗 它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可能有几个问题 就是 它以 比如说以道德也好 以科学也好 以美誉也好 来代宗教 它的前提是说 这个 可能我们这些 比如说我们的伦理 或者道德 或者说是 我们的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 可能不需要一个 一个超越者 作为一个最后的根据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 会把这个根据落在 比如说 或者是落在科学上 或者是落在人的理性上 比如说康德 它讲道德哲学 也是类似于 以道德代宗教的方式 那么它是落在人的理性上 那么 只要是落在人的 这个理性意志 或者情感 比如说美学 有可能会落在人的情感上 就是落在人的这上面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实际上是 怎么说呢 不在下过去 因为这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几个问题 就是放在一起 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就是宗教是 只是我在讲这个 弃绝超越的一面 同时呢 有那个对自然的弃绝 比如说我们 如果再回到 我们前面分析的框架 对超越的弃绝 和对自然目的论的弃绝 导致的结果是说 我们对 我们的共同体的理解 对这个 这个 伦理的理解 变成了 一个基于人自身的 或者根据这于 人的理性 或者情感 意志 这样一个 一个做法 而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 是 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 就过去古代的那样一个架构里面 这个伦理的 或者这种 这种规范性的因素 它的 最后的根据 它像是那个目的 那个 所以呢 这个 因为我上课讲这个比较多 可能也没听过 我特别不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 麦特尔强调 也就是说 古代的 那个伦理的 学员 它是个三种架构 就是一个 劣势的 突操的人性 和一个 作为目的的人性 中间是那些伦理的规训 那么伦理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 从一个现实的 突操的 比如说我可能 比较野蛮 这样的状态 慢慢的规训 学习 努力 这个习惯 最后变成一个 能够实现我自身 那个目的的 那样一个 有美德的人 那 比如说 现在这种模式呢 他基本上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 他不是从那个目的出发 他只能从人的情感 理性 或者意志出发 实际上意味着 他在原来这个三种架构里面 他把那个目的的架构去掉了 然后从人的这样一个主观的心理能力出发 去寻求伦理 或者道德的一个动因 所以这个整个架构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说的可能有点曲折了 我觉得好几个问题 就是搅在一起的 并宗教是 或者说超越性 就是在我的这个架构里面 其实我的最后那一部分是想讲 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 仅仅作业于自然 那么它是不够的 就是 这么讲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作为是一个冷冰冰的这样一个先生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是没有这个德行的根源的 无所谓美德的 是吧 也说德行的根源不可能从这个一个冷冰冰的自然中找到 就相当于这个道家说 天地不仁 是吧 这个以万物为除狗 那儒家的立场是说 这个生生之所以是有价值的 是因为上天或者天地创造 这个万物本身就是带着某种仁爱之心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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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人爱之心的本身就是 整个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一切价值的根基 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的话 那是不行的 所以 也就是说 如果只视角 对自然的维护 就像比如说 我们 这个 引进中国学生界的 斯特拉斯派一样 是吧 斯派 只讲自然 不讲超越性 结果 他会觉得这个自然 那就是也保不住 是吧 因为 这个超越者恰恰是来保护 保卫自然 所以我的基本架构 双重架构 其实所以我最后特别强调了 这两重弃绝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要通过一个超越者 一个作为创造者的超越者 来保护一个 目的路意上的自然 通过这个来 换卫古代的这个世界观 或者信仰 以此来这个灭对 现在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章来说 可能 我讲的宗教性的问题 应该是关联于 这个自然的问题 才可能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解释 因为比如说 新教思想里面 它是有宗教性的 但是它也是反自然 这恰恰是我所批评的一个 现代性的基本的特征 就是现代性也可能是有神论的 也可能是试图化的 那么无论如何 现代性是反自然 但是从整个现代性的一个走势来说 是双重继绝 而且这个双重继绝 它有一定的观念性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理解到 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超越者 比如说终极者 和自然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话 那么就会把宗教的问题 和自然的问题 或者说超越者的问题 和自然的目的论的问题 关联起来思考 就可能会 问的问题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好 谢谢唐老师 这个强度非常大 我们这个 唐老师讲完了 一个半小时的内容之后 在这个提论 在提问和回答的环节 也是不断的在回应 大家的这个问题 然后不断的在深话前面 讲的这个内容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再问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问一个这个 稍微有一点这个 稍微有一点距离 但是仍然和主题相关 并且刚才也提到了的 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勤政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一位提问者 他想问 他想问一问 怎么来看待张太炎 他对于勤政的这个认可 以及他对法家传统的推崇 因为我们知道在 就唐文明 唐老师 在那个 在那个 告别勤政那篇文章里面 也是用到很多张太炎的这个材料 那唐老师 麻烦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您怎么看待 张太炎 他对于勤政的认可 以及对 他对法家传统的推崇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分好多层次 就第一个层次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大一统 大一统的概念是 以这个三代为要本 比如孙兄里面 我们现在的大一统 好多有时候指的是这个秦以后 这是不太一样 秦以后其实算不算大 是吧 这是第一个传统 第二件事 儒家的传统 肯定是反对秦政的 当然不光是儒家 道家的传统也是如此 这个有很多证据 这个我就不去详细讲 这次我们举例子就可以知道 意思说那位秦政 秦的制度有他的一些价值的 儒家学者 比如说王潘山 他也会说天假秦皇之之 你行其大功 这里面对秦的一些制度 比如说这个俊县市 他可能有一些肯定 但是还是保持着 很强的一个批判性 当然这个批判性看起来 好像是主要是针对的是 秦始华这个个人 但实际上他也是 我觉得王潘山也是很清楚 这个秦以后的制度和 比如说儒家 儒教说正可的三代 他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 这是第二层次 第三个层次 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因为这个 有时候我们使用秦制 有时候有秦政 有时候可能意味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后世的理解度 会觉得秦始华变成俊械制 对中国的后来的形成 是有积极作用的 进步作用的 从我们现代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当他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同时他也觉得 秦制他比过去要平等 也是从平等的角度 从统一个角度 有些角度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肯定 秦所带来的 其实这时候主要是落在这个阵械制上 他的积极的或者进步的意义 这点我认为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反对 这个或者说行政 这样的还是认为是 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呢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 就是说假如我们是认可 这个行政他的一个基本的突发点 就是一家是失利之欲 那么在儒家正统的观念里面 就是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个城市 那么还有个城市我们说 那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了秦的政治 包括现代的这个变化 就是我前面其实提到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历史的解释 某种意义上也是个历史的接受 就是说在民信已经堕落到一定程度之后 可能原来的三代那个政治 根本就不可能恢复 不可能恢复了好 也就是说可能因应于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秦政或者秦的这个 以一家之失利之欲 作为一个政治秩序的基础 本身就有它的历史的正当性 或者它是必要的 是合理的 你更高的不行 那首先要有一个秩序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说 有现代的这样一个平等的 以一几支支利私欲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政治秩序 也同样是这样 也说我们站在乳教之身的高度上 是绝对不能 也说或者不能够肯定这种政治形式的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历史的 一个梳理解释 这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点是说 对于面对现代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 我们会看到说 秦以后的儒家 在每个时代的儒家 都可能感受到 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张力 即使说每个时代 可能都有同流合污的人 但是每个时代 可能都有那些 跟时代保持距离 保持张力的人 比如说董忠书是吧 他跟他五弟合作 但他有底线 对不对 他的地址 包括后跟他学习的 也可能因此而被杀 是吧 正代的儒家 他们的张力就更明显 也就是说 实际上 孤女儒家的这样一个 经典里面说 产发出来的这样一套思想 来看待这个世界 那么无论是古代社会 还是现在社会 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甚至是很大的距离 如果是 也说儒家这个位置站对了 站在一个有距离感的角度 去看待古代和现代 而不是去说 这个无切智的拥抱 或者说是毫无决则的拥抱 那就成了孟子说 底下的切腹之道 章仪之流 是同流合污之流 完全是 我觉得这不是儒家所要采取的 所以只要有这个距离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对情质的评价 可以是比较客观的 这个客观性就是说 我们会承认他在历史上的 在某些方面 某些制度上的进步性 但是要明确它是 跟儒教自身所讲的 那个政治的统绪 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刺痛 那是背道而驰 我大概就回忆这些 好的好的 谢谢唐老师 那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首先感谢唐老师 然后也感谢一直坚持到最后的 我们参加这个讲座的各位 各位师友 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现代性的问题 其实杜先生他在 他的那个超越启蒙心态的 那篇文章 以及后来的很多的这个讨论当中 他也都说到就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 严肃的学者 在考虑这个现代性的问题的时候 都已经不可能你去 和现代性无权不相关的一套解决 这不可信的 那我们今天在反思现代性的各种问题的时候 总归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这个 对于现实问题的关切 然后对我们所生活的目前的这个境况的这个 不满或者是困惑 那这种困惑不满 这种这个复杂的情绪 在唐老师这个地方看来呢 就是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现代性 他对于伦理扭的这种侵视 我们是没有家的人 然后我们也没有了那种具有强大的这种情感 或者是伦理感召力的政治共同体 那他可能还表现为很多很多这个别的问题 唐老师刚才在回应这个大家的问题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论点 我非常感兴趣 就是说到这个对于就是这个儒家的这个三代的理想 它作为一个这个理想和它作为这个历史当中 所存在过的一个阶段 那在唐老师 我不是 对不对啊 就在唐老师看来 这个二者是合一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提法 那就和这个相似的 我们今天去 像我们刚刚有很多次提到一个词 叫做回到 就回到一个什么什么的状态这样子 然后包括回到一个 我们可以在 在共同体当中 实现一个共同体 同时实现自身的 这种状态 在家庭当中也好 在这个更大的这个政治的共同体 或者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共同体也好 似乎是有过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那我们可能最终没有办法实现 但是对于这种状态 是有着一个这个期许 有着一个回向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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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的 那我们 我们这个最后就 唐老师给我们这个提出的 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这个以儒家的这个立场 提出的这个框架 也是对于这种回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这种期许 非常的这个有意义 那我们今天这个 讲座就这么多内容 然后再一次感谢大家 感谢唐老师 特别特别感谢唐老师 一直陪伴我们两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不停地在 不停地在这个 在提出观点 在输出 好谢谢大家 再见 过奖过一下 好谢谢唐老师 感谢大家 感谢唐老师 然后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我就是 对我们的这次这个 讲座的这个内容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并且还希望这个 回看的话 我们之后会把这个 讲座的内容 发到 北大高院院 在哔哩哔哩的这个账号上 会有一个 会有我们玩的 讲座的视频 然后大家也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这个 右上角的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高院院的 公众号 之后我们的活动 也都会在这个 公众号当中发布 会有预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